台灣米夾心餅 米米花 全新上市 低甜度海藻糖 米的爆米花 酥脆又爽口 台灣米夾心餅 每一口都吃得到飽滿內餡 好 今天終於跟吳宗憲這樣子 2019年到現在 終於判完了 那我還會上訴 這個消息傳出來 笑破人的嘴 我阿管真的跟大家講一句話 法院對我這個人 真的很有意見 我的律師說 從來沒有看過賠這麼高的金額 他有去問 那個判決內容 我跟大家講 大家會笑掉大雅 法官判我 民事求償吳宗憲要賠他80萬 這個是歷史上 從來沒有的金額 從來沒有的金額 然後就一句 就一句話叫吃小 就吃小要賠他80萬 來聽清楚喔 法官說 為什麼要賠他80萬 來喔 大家聽清楚喔 我真的很肚子 我等一下一個一個跟大家對 我這邊都寫起來了齁 我們來回憶過去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看台灣法院有多麼的多重標準 跟多麼的扯淡 這個來 法官的意思 這個是民事體 法官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誠意道歉 我沒有誠意 我沒有誠意 沒有誠意的原因是因為 他說我的影片 跟我的FB發文 很多人看到 第一個 很多人看到 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是9萬點閱 9萬點閱 法官你有沒有在看YouTube啊 9萬點閱叫很多人看到 然後FB發文 他說什麼 法官說什麼 我今天要理清這件事情 法官說 他的意思是說 我這位法官這個表我 兩個法官都在表我是不是啊 法務部你吃死去算了啦 我去刑事庭來我們從頭到尾講一次 因為我把這個結果後結果論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民事法官根本是在吐這個刑事法官 一開始是開刑事庭 開刑事庭的時候 法官跟我講 館長 你是一個 精神領袖 你是一個 受人警仰的人 你的影響力這麼大 你是不是認罪 你認罪 我法官 從清亮起 你捐個10萬塊 你捐個來要聽清楚 你捐個10萬塊 我本來還想答辯 因為答辯到最後你被怎麼判還不知道 我就說好沒關係 既然法官都跟我講 我是精神領袖 我對社會的影響這麼深遠 所以我就認 你叫我認我就認 然後法官就說 有沒有那時候我不是看直播說 法官說 以後你位置這麼高 你住樓下幾樓的人 有沒有 上來跟你揮手 上來罵你的時候你會認為他跟你揮手 你記不記得 因為我們的位置這麼高 下面人在罵我們的時候你當作他在稱讚你跟你打招呼 這樣才是一個有格調的人 好你法官講的我都聽了我也乖乖的做了 你緩刑我也說不用緩刑 我後來去撤銷緩刑 然後你說叫我捐10萬 結果我捐了100萬 我捐了100萬 然後我把捐100萬的事情PO我在直播裡面講 民事法官就在講這個 然後我PO了文 我說我沒有給各位鬧鬼喔我有做到喔 民事法官說我這樣子捐錢的行為 是在照我自己的價值 並不是在道歉 也不是在 負社會責任 認為我捐這一條100萬是 孤民釣獄 所以在判賠80萬給吳宗憲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他 民事法官說我捐這100萬我把它PO文跟我YouTube9萬人看 這代表說 我的影響力比第一個我的影響力比吳宗憲大大大都在看我 第二個 這並沒有捐100萬因為我把它講出來我答應觀眾朋友是我一定會做到 所以我是在提升我自己我並不是 這條錢並不是拿來跟吳宗憲 或是這件事情 可是你這一錢是法院叫我捐的 你法院叫我捐我照做 我也只是跟大家講我捐出去了沒問題我說到做到 結果你民事法官說 我這個100萬 是孤民是為了要照我自己 而不是跟社會大眾說我做錯事情應該 捐這100萬 不是 民事法官說因為你捐這100萬 你發文 你在直播裡面講 所以這是提升你自己 這不叫做 今天是你叫我捐的 我做錯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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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罵他很小 這句話 判賠80萬 歷史來說 台灣的法院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這種判決 而且這個法官還是依照 為什麼要賠80 因為你捐100啊 你捐得 你是跟你觀眾群交代 你在照你自己 所以他不認定 你刑事法官叫我 你刑事法官說你認罪 我們從輕量刑 你捐錢 我就給你緩刑 我說沒關係 錢我照捐 之後我緩刑 我也撤銷 緩刑 我也撤銷 也就是說 我下個月還要再去補差不多 補差不多幾萬塊的罰金 就是說他 法官給我說 我給你緩刑 那你去捐錢 他說10萬我捐10倍 我說我捐100 然後他說你緩刑 我後來把緩刑撤銷 大家去看新聞 我說緩刑不用了 你該罰我多少錢 我也去照 然後你這個民事法官居然這樣講 你說 我捐這100萬 是在照我自己的 聲量 而且我這個影片有9萬人看 所以你不認為 你判罰這個100萬 捐這100萬 你覺得沒有 這超扯的 你刑事法官叫我捐 我捐了 結果我捐了 結果你民事法官拿我捐錢的這條事情 說你這樣沒有誠意 我捐了 說因為我聲量很大 那個幕片9萬人看 法官 9萬人看真的很少 一個丁特 一個TOYS 一個統神 一個國動 都超過9萬塊 9萬點月啦 他說我9萬點月 我的影響力比吳宗憲大好幾倍 我的影響力比吳宗憲大好幾倍 所以 不對等 所以我要賠他80萬 吃小賠80萬 吃小每天都有人在講 吃小每天都有人在講 他說看我因為 這件事情我流量比較大 然後我捐這100萬 我交代了之後他說我在 照我自己 他有一個文言文啦 記者跟我講的啦 我的律師跟我講的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情 你捐錢出去但是不代表什麼 只是在照你自己的聲量 所以他不認定 大法官 這個錢是 前法官叫我捐的 我捐了100 我要賠他80 吃小兩個字 不要認識的觀眾沒關係 來 我一個一個給他聽 我告的 都上過新聞 80萬你記得這個數字喔 我這件案子是180萬加上罰金快200萬 加上我請律師超過200萬 我花了200萬 聽清楚 彭文正 彭文正先生 大家都知道吧 我告他 他連開庭都沒叫律師去也不出庭 三次法官叫他出庭 他沒派律師也不出庭 他說我拿蔡英文的錢 這個有沒有比假小嚴重 我們一個一個來 他 彭文正說 彭文正說 而且他開庭 法官傳票給他他都不去喔 他都跟法官講你要怎麼判怎麼判啊 他都不去喔 他說我收蔡英文的錢 毀謗 成立了之後 你們是新聞查 他判我5萬 他判我5萬 還可以上訴 5萬 他說我拿人家的錢 5萬 我賣個吃小 180萬 彭文正說我拿人家的錢 拿蔡英文的錢 貪賭就是我貪污 他不出啦 法院判他5萬塊 而且他連出庭都不出 律師也不去 5萬 5萬 他連罰 我跟你講 彭文正他的庭 連律師都沒有去 就是說他從頭到尾他不去 他也沒有派律師去 法官就判他5萬塊 他說我拿人家的錢 拿總統的錢 貪污 這我比吃小嚴重 吃小人死的跟你說啦 但是 你貪污 你拿總統的錢 一個 說一個是名人 彭文正就看他YouTube也超過10萬點閱 我9萬而已他10萬 他身量不就比我大 結果你法院判一個5萬塊 還可上訴 他連 他連 他連律師都沒派去 5萬塊 5萬塊啦 董念台 董念台 我也告他也成了 他說怎麼樣 他說我 民進黨 蔡英文 在5月20號就職 沒有宣布台灣獨立 館長要去切副自殺 網路上是不是有一陣子 就是董念台 他說我 他說蔡英文520就職 2020年 2019年2022年5月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他說我 要去切副因為我當初 有答應觀眾朋友如果蔡英文不宣布台獨的話 我要 去總統府外面切副自殺有沒有這件事 也有上新聞 他直接說我說要切副自殺 只要說 蔡英文沒宣布獨立 我說要切副自殺在總統府外面 他說我講了這些話 後來我告他請他提出 捏造這個事實 我沒有講這些話 我什麼時候要去切副自殺 去總統府外面 對不對 這個有沒有比起小嚴重 四處有人跟你講 你什麼時候去切副 董念台說你要去切副 你怎麼不去切副 你不是答應全國觀眾朋友 只要蔡英文不宣布台灣獨立 你要去切副自殺 你怎麼不切副 這有沒有比起小嚴重 這有沒有比起小嚴重 什麼 5千 可上訴5千 5千啦 董念台判賠5千塊 5千 5千 我80萬我180萬 5千 法官說董念台跟你不對等 你太紅了 所以判決5千塊 我沒差這個錢 現在法院這樣子喔 媽的你司法部長 幹你啊 董念台 大家都可以查 彭文正5萬 董念台說我要去切副自殺 在網路上面說館長 在很多社團 董念台去那邊洗說 我說 我發誓 蔡英文 我520沒有就職 我要去總統府外面切副自殺 這有沒有比起小嚴重 你起小啦 他說館長他四處去捏造 館長怎麼不去切副 5千塊 判賠告贏了 5千塊 我180萬 再來 師伯 大家記不記得師伯 師伯 師伯 大少爺你記不記得師伯 就是一個 去那時候在17開直播說他是我師伯 我師公司他怎麼樣然後怎麼樣怎麼亂講一堆 師伯啊 師伯啊 記不記得 我告他 第一審來聽清楚 第一審判5萬 他又上訴 第二審法官說來囉 館長在直播當中已經講述很多次 足以證明 這個師伯不是我師伯 所以我的名譽沒有受損 所以 二審駁回不用賠 一個人在外面說 師伯說這個人逆壓 是他的 是他要叫他師伯 你是他師弟 問題是你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他這次外面講功夫啊什麼的啊 攀親戴氣的 一審判5萬 二審說不用賠 因為我館長聲量比較大 我已經證明了他不是我師伯 所以二審免賠啦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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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咧還有咧 李天舵 我為了他還去申請良民證 還去申請刑事前案證明 他說我有七項前科李天舵 說我殺人 搶劫 販毒 什麼幹你七項很嚴重的 搶劫啦黑幫啦 販毒啦 賣槍啦 李天舵 而且我拿我去良民證拿出來我就申請 還有刑事 刑事表就是我的前科刑事表他說良民證 他還跟我一句來一句去我說良民證在這裡 他還不放棄他說你就是有啦良民證可以造假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跟我吵了三天 我每次都拿證據出來 我也申請良民證 我也申請前案紀錄表 大家記不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 判賠 25萬 他說我殺人放火 什麼雜貌強姦 什麼槍支毒品 裁判賠25萬 而且他還上訴 上訴之後還是25萬 25萬 我說你吃嚼喔 8 180萬 這個說我殺人放火 賣槍賣毒 什麼的七項前科李天舵 真的是 牛逼吃嚼 我翻舊新聞給你們看 這人賭藍 2020年 國軍退役上叫李天舵 在李天舵軍事論壇上值得觀表七項前科 七項前科還列表他說看Dekar 他說看Dekar 所以他的查證是Dekar 有查證看Dekar 看Dekar 然後呢他說哪七項呢 找給你們看 扯蛋 沒關係就再扯蛋 來 來看喔 來看喔 來喔來喔 倒你罵雞八 卡住我等一下 你看法官怎麼辦喔 來 來 來 大家看這個新聞 我給大家看就多扯啦 而且喔 法官還判他免道歉 還要跟吳宗憲道歉 看人家真厲害 有七項錢哥的人 高等法院他上訴之後 高等法院改判李天多25萬 但不須道歉 全案確定 我80萬我要跟吳宗憲道歉 我要繼續上訴 來喔你看喔他說我有 陳之漢有擁有毒品 竊盜 賭博 恐嚇 傷害 搶奪 共同強制罪等七項錢科 等七項錢科 好不好 毒品 竊盜 賭博 恐嚇 傷害 搶奪 共同強制罪 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一個人在外面說你有毒品 竊盜 賭博 恐嚇 傷害 搶奪 共同強制罪 你有七個錢科 結果我一個錢科都沒有 結果這個人他不用道歉 他判25萬塊 賠25萬 我已經花100萬捐了 我這次他又判我80萬還要跟他道歉 一個很小 有比這個七項錢科嚴重 因為法官說我聲量大 我在照自己 我在捐100萬是在作秀就對了啦 他的文言文是類似這樣 你聽得懂嗎 捐款是你刑事法官叫我捐的 我也捐了 結果你民事法官不看 然後說 我從來沒有 假小可以賠80萬還要跟他道歉 假小 我從來沒看過這個判決 我的律師 都呆了 連記者 今天都呆了 他們的法院記者 從來沒看過這種判決 我知道嘛 我的人就是這樣 我的人你不喜歡嘛 你不喜歡嘛 我賠80萬 你叫我賠80萬 然後還要跟他道歉 我當然會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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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現在是 現在是 你娘勒 你娘勒 你娘勒賣不就對了 再來 再看新聞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有一個恐嚇我的 他也寄給余天 也寄給顏寬恆 他寄給好多人然後寄信來 恐嚇我說殺我啊什麼的 有沒有記不記得 有上新聞 他是不是寄了恐嚇信給余天 給我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你們記得嗎 然後被抓嘛 被抓嘛 喔 他寄信給余天 寄信給顏寬恆 寄信給我 然後恐嚇信 裡面打開就是 我要殺你啊 什麼什麼什麼小啊 就恐嚇啦 你給我試試看啊 你錢 什麼要我準備錢給他 不然要對我怎麼樣啊 有沒有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判好 他判賠9萬塊 不是給我 是給法院 恐嚇罪 恐嚇未稅 恐嚇有沒有比吃消嚴重 恐嚇有沒有比吃消嚴重啊 9萬塊 三個月9萬 恐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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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萬塊 恐嚇唷 9萬塊 破個9萬塊而已 恐嚇唷 9萬塊 9萬塊破個9萬塊而已 恐嚇唷 10萬塊 我吃個吃消嚴重 就這兩個字 我被起訴永遠都是這兩個字 吃小 思曉 思曉 180萬 然後 彭文正5萬塊 董戀台5000塊 絲薄免賠 李天舵25萬不用道歉 吳宗 欸這什麼恐嚇9萬塊 我告人的都是幾千5萬 人家告我180幾萬 一樣是妨礙名譽 而且我講吃小 就是吃小這兩個字 他說什麼恐嚇什麼的 這些人都說故事都沒關係 我就說法院隊我非常有意見 90萬而已 算了我不想講了 我再講一次齁 再聽一次齁 我們今天收到判決吧 我們知道被判了80萬 而且還要跟他道歉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法官認為我捐這一百萬 孤民釣獄 沒有懲罰到我 所以他要求我再賠他80 我再講一次 這個捐錢的事情是法官叫我捐的 結果這個民事庭的法官居然說 你捐這個錢你是在照自己的事 你要來9萬多人看 所以我認為 對你個人沒有什麼懲罰性 我都捐一百萬出去 所以你在賠福中線80 還要跟他道歉 吃小兩個字 然後一個人說我七項錢科 而且說一包沒說沒聽 不用道歉 不用道歉還25萬 說你錢科有七個錢科 在外面四處造謠的人 比吃小嚴重 一個在外面說你要去切副自殺 說我跟社會大眾答應要去切副自殺 判5千塊 一個他媽的說我拿蔡英文的錢 拿總統的錢判5萬塊 一個恐嚇我 說我不給他錢他媽要殺我 判9萬塊 我他媽吃小兩個字 80萬 前面又花了一百萬 去捐 還沒算律師費 隨戶費 兩百多萬去了 今天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今天是你台灣的法院 到底是依據什麼東西 小這兩個字可以判別到80萬 那如果按照你這個 很好笑的是 我去告人家的時候 這個啊 法官都說我的聲量大 所以不對等 所以他判5千塊給你 我不知道原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別人殺人 別人拿槍去打人 可能4年 阿管拿家打人要40年 你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什麼叫做我比較有名 什麼叫我比較有名 我比較有名 我比較有名 所以我得怎麼樣怎麼樣 每次告人 成阿 都成阿 很多都成阿 然後都說因為我比較有名 我可以自己證明我自己 然後他說我的聲量大過吳宗憲 法官 他開直播不是這樣講的 他說我們網紅都是屁耶 他不會被人 他是天王 我們只是網紅 網紅是沒有 他的講法沒有經過培養 沒有經過訓練 什麼人都可以當網紅 就是個屁 他說我們是屁 我跟他講你吃小啦 結果他媽的咧 我就要陪他 而且陪他那麼多 這社會到底有夢 這社會到底怎麼了阿 這社會到底怎麼了阿 他人家叫我去自殺 我他媽只給五千塊 我叫他吃小八十萬 人家他媽的說我拿參與你的錢 五萬塊 我他媽叫他吃小 我要賠八十萬 人家今天說我七項前哥 在那邊他媽上各大報紙 把我污衊亂七八糟 今天判二十五萬不用道歉 我今天還要陪他 吃小兩個字而已 兩個字就兩個字 要陪他八十萬 而且我從頭到尾都認 因為法官叫我認 我就認 你叫我認阿 你是領袖 你要認 好我認 認得變這樣 我今天不是說我跟各位講實在 我今天不是說我不賠他錢 賠錢 你行事我也知道一定要賠他 因為行事最成了 行事負擔民事 一定要賠他 我沒差 一定要賠他 可是經驗法則來說二三十萬 就跟李天舵一樣 二三十萬 經驗法則 因為大部分人可以承認之後 像有名人士 吵架 大部分都是二三十萬 二三十萬 有名的人吵架都是二三十萬 有名的人吵架都是二三十萬 但八十萬我律師說從沒看過 而且是兩個字而已 而且你還不是毀謹他 你就是 單純的就是 罵他髒話 這樣要罰八十 然後法官的意思就是說 我聲量大 很太大了 影響力太大了 我真的很想脫褲子把懶教放在桌子上 這懶教大是不是 懶教大可以啦 天王吳宗憲一直說他比我們大 他影響力比我們大 我們都是屁 怎麼到底法官身上變成說 我們影響力變很大 每一個法官都這樣 我們去告人嘛 館長影響力這麼大 判五千塊 你當事人影響力很大 人家告我們嘛 反過來了 我們影響力很大 所以我們要賠多一點 我想請問你法務部啊 我想請問你總統啊 我想請問你們所有這些政治人物啊 我想請問什麼叫做聲量大不大啊 什麼叫做法官叫我捐錢 我捐掉了 什麼叫做我在造我自己的事啊 這不就是法官叫我去捐 我就去捐 我去法院就說我們有捐了 形勢已經這樣了 我們捐了一百 可以了嘛 他說沒有 你捐這一百萬是你在造你自己的事 不算啊 那我真的很氣耶 那我早知道我就跟你賴皮啊 我原來去法院他要比賴皮的嘛 原來去法院他要比不要臉的嘛 誠實的人 像我這樣誠實的人 你們法院都有 你們書記官都在 都有案情紀錄 我就開啟日庭 我每次都是誠誠實實的 你法官都說 館長那個羅文啊 你就不要這樣子嘛 我也可以跟你慢慢拖啊 你就 這已經新鎮很明顯嘛 你就認一認嘛 我每次都乖乖的認 你法官 每一次所有人都這樣 你精神領袖 你台灣影響力那麼大 台灣影響力那麼大是不是 幹你那吃了 明天所有人都給我裸奔上街 如果明天沒有半個裸奔的 他媽的我影響力就是沒有 明天你們他媽都給我去裸奔 我影響力這麼大 幹你娘 我叫粉絲吃大便 粉絲就會吃是不是啊 啊 我叫粉絲明天他媽雞巴勒 幹你娘勒 都不要給我他媽都去外面裸奔 所以明天路上所有人都要裸奔 OK沒問題 那這80萬我賠 我也不上訴 我OK我影響力太大 明天他媽所有人都給我裸奔 結果路上幹你娘勒 所有人都戴著口罩 在那邊他媽懶叫在那邊海 在那邊跑 我是拐粉 戴口罩 拖光光 館長你昨天那媽新聞報導 有他媽的 一百多萬人在路上裸奔 館粉一百萬嘛 好我就認了 真的是義勇軍欸 真的是他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館長阿館 法官說欸館長你講一個吃小 所有人都去外面那媽的雞巴勒 那就把他打開 蛤 結果他媽的還是什麼 發生什麼事我只打個比方 是吳宗憲他家外面都被小噴的 都粉絲粉絲在外面 來吃啊來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幹你娘所有記者都去報導 哎呀天啊現在外面 吳宗憲外面的豪宅有他媽的 上千名的觀眾在那邊打手槍啊 哎呀太可怕阿館影響力 哎呀喂啊 啊 觀眾說我一定要讓你吃 我一定要讓你吃 好這樣我沒話講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阿館講話太可怕 所有人都要我要餵你 我要餵你 所有人那我沒話講 好乖乖的賠 我影響力真的那麼大 好OK 有嗎 每次都說我影響力多大 每次都說我影響力多大 天啊這句話真的很神 這句話真的很神你知道嗎 這很神你知道嗎 人家吃肚子 你知道 你想力很大 結果每次都輸 好笑了 阿館民進黨的狗 民進黨的狗 來喔很多人告阿館 那時候19年嘛 一大堆人亂告我嘛 來來來來我阿館講你聽齁 不起訴 館長那媽你告館長怎麼會起訴 拜託 現在誰執政 拜託 國家機器動起來了啦 館長是民進黨的怎麼會被起訴 是不是那時候很多人都這樣 那時候很多人都這樣 廢話你亂告 你都媽的 江山村一個人就告九件了啦 都亂告的 我就不起訴 不起訴 你再說國家機器 我幾乎每個案子都超鳥的 每個案子都超鳥的 每個案子都超鳥的 我告人家的 不是五千塊啦 五萬塊啦 二十五萬免賠啦 五萬塊還到時候拿不到 因為他說 欸法官聲量 陳官長你聲量大 所以呢 你已經可以證明這個人跟你 所以我判他免賠 因為你聲量大 意思就是說 人對我做什麼事情 都是可原諒 因為我聲量大 我懶叫大 幹你了我印象力大 我什麼雞巴大 我不懂台灣的法官到底是依照什麼 就判定了 不是依照 請問一下齁 台灣的刑法跟民法 公司法任何的法律 上面有寫一個聲量大吧 因為聲量大 你有這種嗎 沒有 他們法官因為自由心證 他會認為你是一個 喔好像我們是那種 喔 你懂我意思嗎 各位兄弟們 我們一定要去蘆洲 結果蘆洲完了 蘆洲完了水洩不通 媽的小小的一個蘆洲 媽的擠了五百多萬人 操你媽館長要來了 哇 萬人空巷啊 哇 馬路上面沒有辦法走啊 車沒有辦法開啊 連馬路上 連柏油路上都要佔人了 阿管影響力這太可怕 阿管今天說 那個 蔡英文當總統 蔡英文躺了 躺就懸了 每天睡覺 就中了 太可怕 官長今天說來 幹你娘勒 小雨 這一屆你出來當總統 我聽你 我聽你 小雨 小雨當總統2024年 許文宇 總統 許文宇 副總統 陳大雄 就這麼大 如果這麼大 OK 我大 你叫啦 我在那邊叫了嗎 體育不公啊 體改不公啊 誰理我 我在那邊叫什麼事情啊 誰理我 我到底大什麼大 我到底大什麼大 阿 阿 我真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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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喔 跟大家講一句話阿 你們以後上法院 你就知道官方在講什麼 你不信問聊天室 有上法院的人 這個判決真的是 沒有一個依據 更沒有一個公平性 我告人 我告人 我告人成了喔 起訴了 不然就我告人也成了 人家就是陪我那一點點 人家隨便告一個吃小 就吃小 吃小 我今天問你法官啦 你走到四處各地啦 你嚇嚇民間好不好 知道民間疾苦一下好不好 吃小常人這樣講啦 但你通話小啦 通話小 你也是小 你是通話小啦 你吃小的 你吃小的 通話小 這個這句話是民間俗語 大家都在講 這個可以被你判到80萬 太好了 我真的很想要癱瘓你法院 我真的要鼓勵大家多多告 我之前都說 不要告不要告 我們不要浪費司法資源 沒想到你們這樣 一個一個比一個扯蛋 這扯蛋 扯蛋到一個 我真的是 如果你今天怕二三十萬 我高高興興的 我今天晚上好我陪他 對不起 本土天王吳宗憲 我不知道 本土天王吳宗憲 怎樣怎樣怎樣 我也可以啊 我也跟他道歉沒關係啊 我不知道本土天王吳宗憲 罵人是屁可以 人家罵他吃小就不行 我真的啊 我不知道耶 亞洲天王吳宗憲 亞洲天王吳宗憲 是不是 亞洲天王吳宗憲 管長在那邊鄭重跟你道歉 罵你吃小 是我的不對 亞洲天王吳宗憲 非常的跟你道歉 我不知道亞洲天王吳宗憲 人家屈屈這個吃小 你就那麼生氣 天 什麼 就要一定要告 亞洲天王吳宗憲 這個心胸真的是他媽的 比他媽的水管還要小 我不知道 亞洲天王吳宗憲 說網紅 是沒有素質的 就是我們這種人沒有素質 說我們這種人都是屁 亞洲天王可以罵人 亞洲天王都可以說 前輩都可以說我們是個屁 我們什麼都不行 我們素質差 我們罵回去說 你吃小 我們就要被起訴 我們就要賠 真是 果然是亞洲天王吳宗憲 真的對不起 亞洲天王吳宗憲 真的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現在我就是最紅的吧 法官認證 影響力超大 法官認證 台灣 所有人影響力都沒有我大 我最大 法官認證 法官認證 影響力大 影響力大就是人家罵你 可以 你罵人家不行 人家罵你 五千塊 你罵人家吃小 八十萬 這叫什麼法律 我要請問一下這叫什麼法律 不是我在那邊呼呼叫 我的案子都賠五萬塊 二十五萬五千塊 甚至還免賠 告成還免賠 我 我今天小兩個字很嚴重嗎 我就要賠八十 我想請問一下你法院他媽的標準在哪裡 我真的是一個標準 真的是一個數字上的問題 真的是一個大家可以拿來擺在檯面上的問題 不是我在那邊叫說司法不公 可是數字就在這裡 你法院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然後他出來你聽他怎麼講 我要請你法院解釋一下 他一定會出來說 館長影響力比較大 你這句話你敢講得很汗 我判決書拿來 我一定唸給各位聽 我們等判決書來 判決書還沒到 記者今天跟律師講律師跟我講的 法官你不爽找記者啊 就是因為 金額我告人人家說我 說我一大堆事情 抹黑造謠 嚴重吧 比吃小嚴重很多倍吧 你判他五萬塊甚至免賠 甚至還判25萬免道歉 什麼都免 那你判我25萬啊 我馬上付一付啊 對不對沒什麼 我要道歉 我前面花了一百萬 我現在要花八十萬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理論 不是我今天在做司法不公 大家頻頻理 大家頻頻理 吃小兩個字 八十萬 這個數字 然後人家罵我 五千塊 五萬塊 董念台 我在講 後來的觀眾 我再快速講一次 侯文正說我收總統的錢 湯屋 我們告他 他沒有派律師出庭 他本人也不出庭 三次未到他都沒有答辯 法官直接判他五萬塊 免道歉 五萬塊 五萬塊 免道歉 五萬塊給你吃藥 你就拿蔡文的錢 我說錯了 五萬塊給你 他出庭都不出庭 定驗 董念台 說我要去外面自殺 因為我說 造謠說 館長說 總統沒說台獨 我就要去 總統我外面自殺 董念台 五千塊 五千塊 毀謗 成立 五千塊 這兩個彭文正董念台 法官都說 法官都說 館長影響力比他們大 不對等 所以一個賠我五萬 一個賠我五千 師伯 說他是我師伯 我不認識這個人 在外面四處亂講 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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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誰誰誰是他徒弟 我的選手變他徒弟 在那邊講老半天 然後 第一審五萬塊 第二審 法官說 因為館長影響力大 館長已經出來解釋了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我師伯 所以我已經澄清了 我自我澄清了 所以我免賠 免賠一塊錢都拿不到 這個人在那邊造謠 法官已經說有二審之後免賠 李天舵說我七項乾哥 殺人放火 毒品 25萬免道歉 就25萬 免道歉25萬 恐嚇我要殺我 跟我拿錢 判一個9萬塊 老子一個吃銷 兩個字 80萬 前面還捐了100萬 180萬 前面法官叫我捐 我把錢捐出去 這個法官說我捐錢是在做戲 是在做我自己 所以你要再賠無中線 因為你前面這個捐錢的事 意思就是 你在造你自己 你在造你自己的事 我PO文 現在我原來捐錢不能PO文 捐錢PO文 然後在直播裡面講出來 是在造我自己 所以並沒有悔意 我有悔意 我在刑事 刑事庭法官都說我很有誠意 法官都說你這樣就對了 法官都說 真好 陳先生 你真的是領袖 你認罪 真的我很欣賞你 好 那我們就趕快 好 那你就趕快捐一捐 沒問題 好 緩刑 我說不用緩刑 我後來把它撤銷 該繳多少錢我去繳 我認罪 你緩刑也不要給我 我認罪 我他媽我這麼乖 我錢也他媽花 我他媽也造走 人家罵我 人家污衊我 不是免賠嗎 就是5500萬的 我罵一個很小 80萬 前面還 法官還叫我捐錢 我還捐了100 兩個法官嘛 一個法官 刑事法官叫我捐錢嘛 民事法官說 我捐這個錢是在做戲 大家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發瘋 這是哪個法官的問題 你他媽的 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案件 真的這個正義公平在哪裡 不是我今天阿管要叫 如果今天李天舵賠我80萬 彭文正賠我80萬 施博也賠我80萬 你懂嗎 恐嚇我也賠我80萬 李天舵他也賠我80萬 公平嘛 館長 你告人家也賠你80萬啦 所以 當你罵人被起訴 你也要賠人家80萬 OK 但今天不是 所有的話都說 因為館長你社會影響力大 你社會影響力大 你社會影響力很大 你比吳松憲大 你的聲量高 多 大 我想問一下 這個公平正義在哪裡 你把法條翻出來 我看看 為什麼我告人 而且成了 才五千塊 五萬塊 為什麼你告我 我小兩個字 就要80萬 這個金額的論定在哪裡 我要請法院出來說明一下 不然我跟妳沒說 我逢選舉人是要有敢來的 政治人我就問他 這什麼狗法律啊 什麼屁法律啊 這什麼狗來的法律啊 我告人 人家給我五千塊 五萬塊 我他媽人家 人家唸我一堆 罵我一堆都成 然後 我就講個吃小 兩個字 他起訴說從頭到尾就是吃小 這麼心鬆平常的貨 我不是說吳宗憲喔 我不是說打比方 我不是說吳宗憲喔 殺人放火喔 什麼小的喔 好笑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好笑的是我說吳宗憲欠錢喔 法院認證 不起訴 他怎麼不敢提這個 他要告我好幾條啊 吳宗憲 新北檢 我也去啊 他不是在北檢 台北市告我一次 新北他要告我一次 他很好玩 真的 我去作證 人家說你怎麼知道吳宗憲欠十幾億沒還 我說余天跟我講的啊 余天的人也去作證啊 有啊 結果不起訴 有沒有看新聞不起訴 我真的 台灣的法律官司有大便 你今天我歡迎 你不是說我法盲嗎 觀眾法盲 來 用法盲來 這些人怎麼交代 賠我五千的啦 賠我五萬的 怎麼交代嘛 我他媽一個吃起來要賠八十萬 叫我去自殺啦 說我他媽的 賣刀啦 賣槍啦 搶劫殺人放火啦 我真的是 我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我今天來歡迎各位律師跟我討論 標準到底在哪裡 到底有沒有法條 法條到底有沒有法條 一個吃小 大家有史以來 我的律師說他從沒聽過 吃小這樣要判八十萬 他 嚇到 後來今天所有記者都嚇到 各位去問 你告來告去 你告我告你 很正常 正常我罵你幹你娘勒 三萬塊而已嘛 大家最常去路上看到 我罵你幹你娘 而且我是針對你來罵 如果是口頭禪不賠 我針對你來罵 幹你娘才三萬塊 我幹你娘才三萬塊 吃小八十萬 我今天我的律師 包含了記者媒體 他們都嚇到了 啊 從來沒聽過這麼重的判決 他們都在想說應該是二三十萬 大家都是這個數字 因為名人跟名人告就是這個數字 沒有聽過小兩個字要賠到八十萬 從來沒聽過 八十萬 可能我常常在我的頻道喔 一直說司法不公 館長 臭你媽的 我們這個是利益結構 我中槍的時候也說司法不公 什麼魔律師啊 什麼你們的法官啊 司法不公 司法不公 我可能是這樣啦 應該台灣所有的法官都知道我在 complain 修理他 弄他 弄他 讓他知道法官的厲害 讓他知道台灣法律是誰在做主的 改 你吃菜 臭你媽的勒 他都在打死人的他媽的侵犯 撞死人的侵犯 我他媽吃小一大堆撞死人的 還拿不到錢的你不管 然後我他媽吃小要賠那八十萬 媽的勒 一些酒駕撞人的還賠一百多萬 我吃小要賠八十萬 我真的他媽扶你 你法院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我他媽扶你 謝謝我們阿扣道內喔 謝謝阿扣 謝謝阿扣啊 我 我不知道他標準在哪裡 你們跟我講一下 判賠這個標準到底在哪裡 我我可以給錢我不是不能給你懂阿扣嗎 我今天要認了我就知道 我一定會有後面嘛 我今天不是不認 因為我也告蠻多人的 就是那麼五千塊五萬塊 我也以為是那麼五千塊五萬塊 反正罵一個吃小應該就跟幹你娘差不多三萬塊五萬塊 判八十萬 台灣告訴大家翻出來看 罵人家賬話的 都是兩萬塊五千塊三萬塊兩千兩萬塊一千一萬塊 吃小這麼短 八十萬 我今天我想要問這個金額到底是什麼判定 各位都想知道嘛 那他給我們解釋就是 我想應該是講一樣的 他給我的解釋就是 因為 因為 我聲量大 影響力大 所以我要賠八十萬 請問台灣哪一個法律有寫 你在 請問你翻給我看六法全書啦 網路上面聲量 訂閱數是不是 YouTube 訂閱數超過多少 為名人 FB 追蹤數 按讚數多少 你給我一條 我看一下六法全書嘛 你的影響大的定義在哪裡嘛 你用什麼數據去評估我的影響力大 你給我看啊 我影響力大的依據在哪裡 依據在哪裡嘛 是 六法全書翻開 YouTube訂閱超過 10萬以上 每篇文按讚率平均差不多多少以上 就是影響力小等 啊訂閱率超過50萬以上 FB發文有1萬個讚 叫做中等影響力 啊 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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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點閱 100萬點閱率 FB點閱率超過多少 一篇文4萬個讚 叫做大影響力 翻六法全書給我看 法律有規定什麼叫做影響力大 他說啊 他說我FB 9萬多 講吳宗憲那個9萬多瀏覽 代表我影響力很大 9萬而已 法官啦 法官 YouTube去看一下 大過9萬的多如牛毛 一個YouTube大過9萬的多如牛毛啦 他就說我只有9萬能看 所以我影響力很大 吳宗憲沒有大 吳宗憲都好像說 他開直播幾萬能看 他一個他媽節目幾百萬能看 然後你現在說我影響力比較大 原來現在判決是影響力 這個真的是法官跟律師 他的判決書類似就是這樣 沒關係 老子他媽的咧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標準在哪裡 真的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這下請問法官啊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嘛 我真的很好奇啊 你他媽給我個解釋啊 我真的不懂啊 我真的不懂啊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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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給你看 我可以看了我可以看了我可以看了 來這個公平性在哪裡我隨便翻一篇啦 我隨便翻一篇 來 來 我念給各位聽 不要說我他媽的 來 總電台去年在臉書po文辱罵 陳吉思汗俱樂部廠長 撈貨社會敗類爛咖 爛貨 爛貨社會敗類 撈貨 撈貨社會敗類爛咖 然後呢 切腹自殺為開端 揭穿惡名照張館長 館長先生你一個多月前宣稱蔡英文總統入在就職日 未能宣布台灣獨立必將切腹自殺 若館長未能在當日前往轉動武切腹 則館長於臉書上直播所言 均屬詐騙集團之詐術之言 我看準的館長是一個鬧貨也是一個標準的潘仔雞肉麻 從此別再靠演技招搖撞騙那個演技絕佳的館長 想好好教訓這個社會敗類 更覺得這個館長不是人 蘇眉那段混黑到又是個小憋山 好比這個爛咖 我想請問一下他罵了我多少句 法官 我只剩兩個字啦他罵了我多少句 他罵了多少句嘛 五千塊 幹你啊 七八咧 五千塊 他罵了五千 你們罵五千 你不會罵八十萬 我兩個人而已 吃小 標準的潘仔雞肉麻 招搖撞騙 招搖撞騙 想好好教訓這個社會敗類 館長根本不是人 混黑到又是個小憋山 未能前往中東府切副 你就是詐騙集團 你就是詐數之言 他侮辱我多少次 從頭到尾 五千塊 五千塊 不要五千 五千塊 你不會八十萬兩的你 吃小 你不是 你給我一個公平嘛 我今天不是說我要管被告我賠不起 我真的會賠 我為什麼那麼氣 我告人的 人家罵我一堆跟三一樣 把我講的是一個騙子 不是人 小憋三 招搖撞騙 詐騙集團 詐數之言 切副自殺 小憋三 爛咖 社會敗類 鬧禍 罵我一整串 按照你這個法官領域 他要賠我多少 八百萬不只吧 小兩個字嘛 幾個字 我們以字來算 他要賠多少 他要賠多少 你的公平性 這個天平到底在哪裡 這個天平到底在哪裡 我今天我要管不是說 我要管被告 我常常被告 我也習慣 我今天不是說我不賠 我知道要賠他 你要給我一個公平 這個司法的公平度在哪裡 在哪裡啊 我今天不是 這事實是要放在這邊 我今天要管已經被告報 我真的沒有差 很多人都告我 我不是怕被告 我也不是 好不好 我努力賺錢嘛 你說該賠人家 我們一定OK 反正法院怎麼判 但是你這種雙標到極限的標準 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雙標到底在哪裡 沒關係 我今天就把你刀報 沒關係 我一個一個新聞找給你刀報 來 沒關係 你們 再來看這個 來 來 看這個 沒關係齁 很喜歡來 來這個齁 氣口惡心勒索館長余天言寬恆 他也是調查官喔 前調查官喔 他是官喔 喔 網紅館長陳之戰等人是勒索 他寄信給我勒索 要求我匯款10到20萬到我的帳戶內 不然他恐嚇我要殺我幹嘛的嘛 有沒有看到 3個月 3個月 3個月9萬多塊 10萬多塊 3個月 他恐嚇我 跟我要錢 結果他媽的 跟我要錢 結果他媽的恐嚇我 結果他媽的判多少 三個月 3月不用關 3月就是一顆罰金啦 3個月就是大家算嘛 一天差不多一千塊 嘿 3個月一顆罰金到9萬塊啦 差不多9萬塊啦 喔 好來 沒關係 我在找齁 來 沒關係 沒關係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來 看這個 來 看這個 來 看這個齁 你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一個人的人格啦 是這樣子的 關係來 他在看這個喔 前台大教授彭文正在政經關不了 這是他的YouTube 也蠻多人看的啊 他的 他也蠻多人看的啊 來 來齁 來喔 法院辦彭文正賠償5萬塊不用道歉 不用道歉 我要道歉 喔 來喔 你看喔 屋子陳志安收了蔡英文的不證款項 有沒有看到 重點在這邊喔 新北地院審理的時候 彭文正位在言論辯論 也會提出書狀 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到 他根本不到 他連去都不去 喔來 我想問一下法官 他連去都不去 也沒有書狀 也沒有請律師道場 你就判他5萬塊不用道歉 他說我直接在政經關不了這個節目上 他那部影片超過10萬 10萬點閱 超過10萬點閱 他我才9萬點閱 他比我更多 他影響力是不是比我更大 他賠我5萬 而且不用道歉 而且他說我收人家的錢 收誰的錢 總統的錢 結果我 我只小兩個字要賠80萬 這他媽的什麼理論啊 他都沒有去 他都沒有去 他開庭都不去 他就是屌 不用去 連道歉都不用道 我 80萬還要道歉 假小兩個字 就兩個字 而且我在 刑事庭我還當中認罪 我的人都有道 民事庭我都請律師親自道場 訴狀什麼都一應其全 他連去都不去 不屌法官的啦 法官傳換他三次他都不到 直接判5萬塊 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雙標 這是什麼樣的法律 可以讓 我吃小80萬 人家罵我一大堆 污蔑我一大堆 5千塊的也有 5萬塊的也有 通通都不用道歉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雙標是不是太嚴重 這妳看我看我不爽 是不是啊 我今天我講了一百 也許館黑 啊 香港不一樣啦 我不是不一樣 背錢我知道要背 生性要背人啦 喔 但是這太難了吧 人背我到那裡 人背我5萬塊5千塊 人也我落落長 你那裡我吃小量的你背80萬 我是要請你們看我這個公道啦 我今天說不到的沒關係 我不是不要背 這個送禮到底是怎樣的 這個數字啦 我要請問一下 這樣公平嘛 公平的這個天平 這個良度 這個金額 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這個有正義在嗎 而且我還認罪喔 我不是說我今天做我沒要認 你娘有要抓嗎 我有要抓啊 我感覺你才是把他抓 我沒要抓啊 我去也很想我才抓啊 我是要把發我罵他罵他罵我罵我才罵我罵他罵我罵我罵他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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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了 沒有 你法官叫我捐錢 我還捐多了 你法官叫我 認罪 我也認 結果是這樣 廣大的社會大眾 這件事情教我們 無論你犯了什麼樣的罪 死都不要認 去法案誠實就是害死自己 對啊 不是 不然勒 不然勒 羅文的事情也是 這件事情也是 我去法院都是很誠實的 我誠實去面對法官 誠實面對檢察官 我誠實以對 難道我錯了吧 我沒有閃避 最後羅文會說對啊 那你認為呢 館長就認嘛 好啊 我不想拿完大家啦 結果變這樣 反正你去認罪你就是死 我現在真的 去法院就是大家來比說謊 你認罪了 你誠實的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不公不義嘛 不然你法官來跟我講 法務部長來跟我講 我要請問一下 法務部長 這樣是什麼標準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今天我不是 我今天我不是說 我不陪他 我不陪他 我陪嘛 我這個金額 跟我的金額 我還是要走的 我真的可以解釋一下 不如先… 我這個… 然後… 我會看 我來聽說我 incl乖你 我來聽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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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聽說我 我來聽說我 algunosEntre